年底五度的選戰 高雄市呢是兩位女將對決 或許你也發現了這國民黨的黃昭順 最近是悄悄剪了一頭俏烈的短髮 轉換了個新的髮型 要和一向以花媽形象走七名路線的陳菊 拼金層人氣 不過陳菊呢 則是以不變硬萬變 說自己的造型數十年如一日 自在就好 和朱立倫聯合出席造勢活動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黃昭順 造型變得大不同 希望展現出清明的一面 據傳這可是黨中央受益 要黃昭順換造型啦 把原來極尖的中長髮標記 剪成一頭俏麗短髮 還染成棕紅色 臉型輪廓變得更俐落 反觀對手陳菊 倒是一副已不變硬萬變 老心哉哉 你是用花媽的造型 我也沒有什麼造型 你就因為過去跟現在都是這樣 未來大概也是這樣 好嗎 那我是數十年如一日 自然就是沒有 自然就好 黃昭順這樣子 那個我不知道那是他 那你要問他 數十年如一日的細軟捲髮花媽頭 最近還有民眾發現 陳菊跟南部一家知名紅茶店 logo 相似度幾乎百分百 習慣一身長照山加深色長褲走基層 兩位女將決戰大高雄 都要用親民形象吸選票 日新聞綜合報導 我看到